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这几年的衰落始于其在先进制程技术上落后台积电 因此饱受采用台积电代工晶片的竞争对手的冲击 在过去的一年里英特尔一直吸引着收购者的兴趣 而自公司前执行长Pat Gelsinger 塔特基辛格于去年12月卸任以来 这种兴趣更加浓厚 为了应对困境 英特尔已经开始将其晶片制造部门与公司其他部门分离 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一系列分拆的前兆 此外在过去几年里英特尔一直在推进成本削减计划 已经剥离了许多业务 并正在出售其可编程晶片部门Auterra的股份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 英特尔的离时执行主席Frank Eri 一直在与潜在的收购方以及川普政府官员进行讨论 Eri向身边的人表示 他最关注的是为英特尔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 虽然负面消息缠身 但英特尔于2月下旬突然更新了其半导体 Foundry相关页面介绍宣布Intel 18A工艺准备就绪 计划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流片 Intel 18A制程的成熟将标志着英特尔IDM2.0战略的重大突破 同时被视为英特尔代工服务IFS重铸往日荣光的关键讯号 作为英特尔的周转节点 18A具有业界领先的特性 如SRAM密度扩展可与台积电的N2相比 每瓦效能提高15% 晶片密度比英特尔智强6所用的Intel三处理机节点提高30% 其他功能如RibbonFET是第一个取代FinFET电晶体的功能 使炸机泄露得到更严格的控制 英特尔此次更新的公告中提到 Intel 18A工艺的准备就绪是公司在先进制程技术领域的重要进展 这一工艺的成熟不仅体现了英特尔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 也是公司IDM2.0战略实施的重要成果 IDM2.0战略是英特尔为应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变革 提升自身竞争力而制定的一项长期战略 旨在通过整合内部制造资源提升工艺技术水平 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代工服务 有趣的是 英特尔首批使用18A节点的产品 使面向数据中心的客户端CPU Panther Lake和Clearwater Forest之强CPU 使用18A节点的英特尔代工厂外部客户 包括亚马逊的AWS微软用于Acer的内部晶片 以及正在探索基于18A设计的博通公司 为先进制造争取客户的过程非常复杂 因为许多现有的三星台积电客户都不会冒险 与成熟的先进晶片制造商签订产能和合同 不过如果英特尔的前几家客户证明是成功的 那么其他许多客户也会涌向英特尔的晶圆厂 因为地缘紧张局势正在质疑目前的半导体供应链模式 在未来是否可行 如果美国公司和初创企业决定与英特尔合作生产晶片 英特尔将迎来全面复苏 对此天风证券分析师顾明基表示 Intel 18i的样品测试良率不如预期 加上组织设置与供应链管理文化瓶颈 这都让台积电能够进一步胜出 郭明基在X平台上发布贴文指出 目前主要的PCODM EMS制造商正在测试使用 Intel IFS-18i制造的第一个Panther Lake工程样品 但Intel 18i工艺在与主流消费产品整合方面表现不佳 2025年初的行业调查显示 Intel 18i的良率低于20%至30% 目前几乎不可能量产 因此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对于英特尔在下半年达到批量生产的目标而言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除了技术挑战之外 IFS由于其组织设置 供应链MGT和文化而赢得外部订单的障碍 这就是台积电完全脱颖而出的地方 去年下半年 韩国媒体曾爆料称 Intel Intel 18i制程良率仅10% 并表示博通可能已经取消了与英特尔的合作 该消息当时就引发了业内的极大关注 不过随后知名分析师Patrick Mohead和英特尔前执行长 Tat基辛格都在X平台上进行了辟谣 基辛格还表示 对于现在的晶片来说 用百分比来表示良率是不恰当的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晶片 一些大的运算晶片可能良率较低 但一些小晶片良率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不先以定义晶片尺寸为前提 任何使用良率百分比来作为衡量特定制程工艺的水平 都是不了解半导体良率的 海外媒体还报道称 目前整个晶片产业都未能为英特尔的困境提供任何协助 尽管台积电等竞争对手通过专注于制造而蓬勃发展 博通则擅长高利润的IC设计业务 但英特尔的一条龙的作业模式 在高度专专业化的市场压力下受到严重打击 该公司转向代工业务的初衷 目标是通过向外部客户开放晶圆制造业务来重新夺回领导地位 但结果是耗费了大量资金之后 却暴露出了基础设施老化 而且灵活性无法与竞争对手匹敌的问题 使得英特尔的股价在五年内缩水了一半以上 与受到人工智慧AI带动的市场需求 创新浪潮所拉抬的半导体产业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英特尔开始加快Penfer Lake SoC的开发速度 该系列正在接受主流合作伙伴的验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供应链的报告并不乐观 这次报道的良率数据比几个月前报道的10%越有改善 但距离量产还差得远 这让怀疑英特尔是否能在2025年下半年实现量产 总体来看 英特尔在Intel 18i的发展不只是技术展现 还代表着一家公司在生存威胁中 努力重新定义自我的目标 然而低良率就代表着面对大规模生产的延后 还可能进一步无法提供客户所需的尖端晶片 同时英特尔的分拆传闻也反映出对相关性的迫切追求 也就是将IC设计分拆给博通可能会使焦点更加集中 而将晶圆制造交给台积电 有机会摆脱财物的无底洞 但这其中执行力无疑的是其中的关键 因此英特尔必须证明其设施能够服务多样化的客户群 但是要实现到这样的目标明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